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恨耶稣 要将他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耶稣生命中最后十分钟里 他们将耶稣绑在十字架上 然后用生锈的铁钉 对准耶稣的手腕 一锤一锤钉了下去 随后士兵竖起十字架 将耶稣钉在了耶路撒冷的最高峰 犹太人不仅恨他自称为弥赛亚 更恨他出生卑微却四处传经受到 用神迹拯救世人与苦难之中 这个瞎子已经失明四十年 但耶稣只是伸出双手 轻轻抚摸了一下瞎子的双眼 瞎子变奇迹般的重见光明 这个男孩癫痫突然发作 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身体还不断地抽动 但耶稣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男孩便慢慢安静了下来 而且很快恢复了意识 耶稣因此声明远播 追随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于是耶稣决定带着十二门徒 前往耶路撒冷船经受到 这天他们坐船前往河对岸 但平静的河水突然变得波涛汹涌 十二门徒被吓得惊慌失措 而耶稣却淡定地在睡觉 眼看船就要被风浪掀翻 耶稣这才醒过来 他缓缓站起身 抓住船帆上的绳子 示意所有人不要惊恐 紧接着一个眼神 波涛汹涌的河面就瞬间安静了下来 阳光重新普照大地 十二门徒再一次见证了神迹 之后耶稣带着门徒一路传道 这天五千名群众聚集在野地里 听耶稣讲道 一直到太阳落山 耶稣见所有人都饿着肚子 于是拿起仅有的五饼二鱼 高举着仰望天空 当他放下篮子的时候 里面居然装满了大饼和鱼干 随后门徒将这些食物分给民众 最终在场的每个人都分到了食物 就这样耶稣一路展现神迹 很快就抵达了耶路撒冷 此时的耶稣已经声名远扬 群众都高喊着欢迎他的到来 一旁的犹太人见状立马指责耶稣 让他的门徒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喊 随后耶稣来到一处教堂讲经 突然一个老太太闯了进来 他请求耶稣能帮忙治疗他的驼背 耶稣缓缓伸出双手 握住老太太的脸颊 下一秒 老太太的驼背就奇迹般痊愈 但犹太人却不乐意了 指责耶稣不应该在安息日治病 其他犹太人也纷纷举手赞同 耶稣也因此成为犹太人的眼中词 第二天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发现这里被犹太人改成了集市 耶稣根本无法接受 气愤地掀翻犹太人的桌子 释放即将被宰杀的牛羊 他谴责犹太人被金钱蒙蔽双眼 让祷告的圣殿变得肮脏 而耶稣的这种谴责 彻底得罪了犹太人 犹太大祭司找到西律王 在他面前不断煽风点火 说耶稣会威胁到他的王位 西律王因此大发雷霆 要求犹太大祭司处罚耶稣 于是犹太大祭司用三十个银币 收买了耶稣的门徒犹大 这是耶稣生命中最后的晚餐 此时耶稣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他将食物分发给徒弟 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们当中的一个人就要出卖我了 十二门徒各个面面相许 纷纷问耶稣是谁出卖了他 只有犹大面露惶恐 然后强装阵地 但耶稣并没有揭发犹大 只为了区区三十个银币 就在犹太人面前出卖了自己 晚餐结束之后 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 来到了橄榄山上倒到 他满心痛苦 而门徒却都在呼呼大睡 耶稣刚将他们叫醒 犹大就带着犹太人找到了这 耶稣的门徒迅速拔刀 准备和犹太人拼命 莽撞的西门彼得更是直接用刀 斩断了犹太仆人的耳朵 耶稣见状赶紧上前 伸出双手捂住犹太仆人的耳朵 犹太仆人的耳朵瞬间就长了出来 但犹太人并没有因此而放过耶稣 他们将耶稣抓到犹太教堂 由长老开始审判耶稣 他们认为耶稣传道是蛊惑人心 一个木匠之子 根本不配做犹太人的弥赛亚 只有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才能平息犹太人的怒捕 但因为大祭司没有定罪的权利 他们只好将耶稣抓到总督府 列举完耶稣的罪状之后 请求总督判处耶稣死刑 但总督知道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于是故意用耶稣是伽利利人为借口 让犹太大祭司去找西律王裁决 西律王不想做这个罪人 但也不想得罪犹太人 于是故意脱下披风 为耶稣穿上之后 命令手下将其暴打了一顿 象征性处罚了一下耶稣 接着下令将耶稣又送回了总督府 此时犹太群众聚集在门外 高喊着要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总督迫于西律王的压力 也为了平息犹太人的愤怒 他想出了一个计策 因为按照惯例 总督要在逾越节释放一名囚犯给犹太人 于是他让这群犹太人选择 是释放强盗巴拉巴还是释放耶稣 没成想犹太人宁愿放走恶民昭著的巴拉巴 也要定死无哺的耶稣 最终总督只能扔下判决书 同意将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也因此开启了他的苦难之路 士兵将他的双手绑在柱子上 然后拿起皮鞭疯狂抽打 将背部打得血肉模糊之后 又让耶稣扛着十字架游街 接受群众的唾弃 很快耶稣就不堪重负 跪倒在了地上 于是士兵砍断绳子 将耶稣背上了十字架取下 驱赶着耶稣走向刑场 在士兵的推丧下 耶稣亮亮呛呛 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最高峰 这里已经站满了犹太人 等着看耶稣如何被钉死 士兵撕开耶稣的衣服 然后将他推倒在十字架上 用麻绳将双手牢牢绑住 紧接着又拿出三颗生锈的铁钉 对准耶稣的手腕 抡起锤子狠狠砸了下去 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 随后士兵合力将十字架竖起 在耶稣的头上钉上一块牌子 嘲讽他自称是犹太人的弥赛亚 底下的犹太人健壮 开始高举双手欢呼庆祝 但耶稣却向上天祷告 祈求上天宽恕他们 这是一名士兵拿起耶稣的衣服 大声地嘲讽耶稣 如果你能用神迹拯救世人 为什么不能拯救自己 说完将衣服扔给其他士兵 玩起了抽签的游戏 被抽中的就用海绵战醋 喂给口渴的耶稣 见耶稣扭过头去 士兵直接将醋挤在耶稣的头上 而耶稣则是不断地祈祷 请求天父原谅他们 伴随着耶稣的祷告 天空突然狂风大作 驱散了看热闹的犹太人 士兵赶忙举起朗基努斯之枪 刺向了耶稣的胸口 与此同时 上帝掉下了一滴眼泪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犹太教堂瞬间裂开 太阳落山之后 安息日开始之前 人们将耶稣用白布包裹 放进了坟墓里面 在耶稣死后的第三天 耶稣的门徒发现 遗体居然消失不见 只留下包裹尸体的白布